Hello 大家好 我是Skalar 今天的影片是Skalar有话说系列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什么呢 来聊一聊美国加西和俄乌战争以后的马来西亚的一个物价情况 说起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物价的问题 其实很坦率的说你看我做YouTube这几年以来 有的时候我也会拍一些超市我买东西的一些价格对比 包括贵的超市和便宜的超市 包括我记得之前我回国内的时候 还和我们国内的这个超市做过一个对比 但是我没有拍过我们家里一个月的费用的这样子的影片 是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生活比较随意的人 就是可能没有那么精打气算 也没有记账的习惯 所以每个月的消费具体在多少 我其实有的时候是不太清楚的 这就导致了很多时候这个物价 其实在前两年我一直感觉它是很平的 这个苹果是怎么说呢 就是就一点来说吧 因为我们楼底有个超市叫加雅 的那个超市 那是我们家重点采购的一个超市 而那个超市是可以用支付宝的 我在每个月还这个支付宝的花呗的时候 都是很平均的几千块钱 没有上下很大的一个浮动 所以我就是感觉到它的这个物价是一直很平的 包括在前两年这个疫情期间 封锁在家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团购啊等等的 我都从来没有感觉过这个马来西亚的物价的一个波动 对啊这样子的甚至那个是 马来西亚的物价一直比较平稳 平稳对一直比较平稳 一直比较平稳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的哈 呃然而今年差不多到了大概四五月份的时候吧 我觉得就是这个季度以来哈 我就渐渐的能体会出这个物价的一个波动 这个感觉是在哪呢 一个就是我还每个月花败的时候 大概就是会提高还百分之十到十五 就贵一两千吧 贵一两千人民币哈 贵一两千人民币 因为我买的东西很平均哎 而且实际上我现在在楼底采购的东西不是那么多了 是为什么呢 一个是我有时候会去NSK买点东西 还有的时候因为现在完全已经不存在一个疫情的情况了嘛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外面吃吃喝喝的 就导致了其实在超市里采购的东西没有之前那么多了 但是呢我的这个还花贝的这个费用 照就会比之前高出一千到一千五左右来 好像是这样哈 对啊但是你的花贝的费用不光是grocer吧 你也会去别的超市也会用吧 哦没有 没有很少会用 因为如果你从超市来说它只有grocer是可以用的 啊 用支付宝其他的地方因为NSK是完全不可以用的嘛 那是刷卡的 刷卡的其他的超市 我们不太去啊 对对对 我就不太大部分是在这个加热grocer里面的 因为它是可以刷支付宝的 那就是实际上它的商品的单价是有所提高的 对对对商品的单价应该是有所提高了 是这样的因为我购物是用另外一个账号 我就是为了把它区分开嘛 就是所以说我完全能感受出来 二个还有哪一点能感受出来 就是你在出去吃饭的一个过程当中 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去酒楼吧 啊但是你说那种高级的酒楼 那你能具体感觉出它贵了多少 实际上你也感觉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它本身就贵 可是你去高档酒楼去吃饭的时候 你能感觉出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它的人流量明显没有之前那么大 这个有两点 有可能一个是疫情的影响 影响了人民的收入 对不对啊 啊 还有一种有可能也是因为它的价格有所提高吧 但是酒楼一般来说应该不会影响 因为它本身价格就高 因为它针对的是一端的就比较那个叫怎么讲的 高端人群嘛 嗯 相对来说他们是不会太在乎价钱的 对对对 对吧 但是如果你去普通的餐馆去吃饭 的确就是你能感觉出来 它它分两种 哎哪两种 一种就是讲说就是如果比方说这个饭店 它的价格没有升还跟之前一样的 它的量就会减少 比如说我前几天就去我们以前经常吃的一个连锁的那个快餐的地方 就他们家有一个叫做鲜虾鸡汤面 对 之前我很爱点的 因为它的那个分量很大 而且那个鸡汤的那个汤头很好 对 然后我很久没去吃了嘛 前两天我再去吃的时候 同样的价格 然后发现上了一碗就是清汤寡水 一碗吃不饱 就是给你减量了 减量 然后就是我们家还有就是比较喜欢吃寒餐 寒餐你也能感觉出来是什么 就是小菜比如说它同样也是给你上20个小菜 但是之前可能20个小菜里面它会有这个生蚝啊 它会有这个鱼饼啊 就是它会有很多贵的东西在里面 对 但现在它给你上的20个小菜大部分就是不值钱的了 都是泡菜了 泡菜 豆芽 海带等等等等 就是不值钱的小菜给你上 上一大堆就上完 然后那个烤肉的分量也会减少 对吧 除非你强烈要求 你强烈要求 多次要求 然后它再给你上第二份 第二份 对 否则它一般来说就不给你加了 不给你加小菜的 就是这个感觉 然后呢 就是我和蓝胖子昨天的时候 因为他去那个Aron去剪头发嘛 然后我们是在那边吃一间鱼头粉 就是说一句题外话哈 马来西亚的汤面类的 其实我最喜欢吃两种 哪一种哪两种呢 一种是鱼头粉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咖喱面 咖喱面 对 那边有一家 我蛮喜欢吃鱼丸粉 我喜欢吃他们鱼头粉 但是鱼丸粉又不怎么吃得到 OK 我们今天不是谈美食 是汤户酱 谢谢 然后就那个言归正战 那个鱼头粉 鱼头粉就是之前 我们两个人去吃的话 差不多就是不到50令吉 对 就要两个最基本的 两个最基本的 比如说就是炸鱼头粉 或者是就是那个叫什么鱼肉粉 鱼肉粉 对 然后再加一份那个什么叫薄薄脆 他们家有个很好吃 然后我们俩再要两杯水 就是50来块钱 50块钱之内 对 昨天我们俩去吃了一下 就是62块钱 对 因为你没有注意 我看他在那个收银处的地方已经写出通知 就是他们的价格要涨 你看了吗 对 我看到了 我没有看 我没有注意 因为我是背对着那个收银台的 没错 就是这是最近吃饭的一个地方感觉到的一个物价的这样一个声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米面粮油和蛋 米面粮油 就是大米吧 我就不太清楚 它涨价的幅度是什么 就是因为很坦率的说 因为我是中国人 我就有点不太习惯吃那个长粒米 对 因为很多米就是我也不知道是印尼的还是泰国的 就是长粒米 它很多长粒米是泰国的 是泰国的 还有印度的 对 就是小粒的那个圆的米我也不太习惯吃 就是我一般买米就是有的时候我会从中国超市买那个东北 中国的东北米过来 还有你经常去买日本米是吧 对 买日本米 都是一些原粒的米 原粒它比较大粒的 就是我是习惯吃 我们家是习惯吃那个米的 不是就你习惯 我喜欢吃糙米 你很少做给我吃 我准备买一个小的电饭锅专门给你做糙米吃 对 我觉得它马来西亚这个糙米真的是蛮好吃的 你说对不对 你在中国买不到糙米的呀 是 是好吃 但是问题是你不能天天吃糙米呀 你对不对 你做人男的天天吃一样东西的呀 这个东西你不能怨我的糙米健康米啊 人不能为了健康放弃美食 但是你可以mix一下 你可以下次把 OK 我们今天不是讨论我们吃什么米的问题 我们是在讨论 不是 我是对你表示抗议你知道吧 你不用抗议 这个抗议无效 我是绝对不会那个的 我这个坚持 我吃 我维护我吃米的权利 OK 米这个事情就不说了 因为我们家就不太买本地米 所以我就不太知道 而中国米呢 我最近也没怎么买 所以就这一两个月 因为我上次囤了不少 还没吃完呢 嗯 啊 所以价格我就暂时不知道 嗯 啊 但是这个面粉 我们家其实吃面粉吃的蛮多的 就是在家里吃饭的时候 我基本上隔一两个星期 我要做一顿馒头的 对对对 因为我是北方人 我不吃馒头 我不行的 我必须要吃面食的 吃面食的 我不吃面食不行的 就是面粉的这个价格 我是最知道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从来的就开始买面粉 你就买到现在 以前我们在最早去那个 Tesco买那个面粉的时候 有一种最便宜的绿色袋子的 我给你讲绿色袋子那种面粉吧 我印象很深 只有一块七毛五到一块九毛五之间 哎呀不是的 就是还有一 一公斤 是那个上面花了个大红花的那一种的 那个 大红花的那个才一块两毛几 一块两毛几啊 刚来的时候 对对对 现在可能就差不多在两块左右了 基本上翻一倍 对对对 还有一种更好的 就是它可以做面包的 原来是可能是两块九毛几 现在是三块多点出头 就是面粉这块 我感觉它差不多是涨了百分之 十到二十之间 这肯定可以理解 因为你看现在 现在这个俄乌战争嘛 这个面粉 这个小麦这个东西运不出来嘛 这个面粉涨价是必然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幅度还行啊 这个幅度完全能接受 大马这个面粉的这个涨价幅度 我觉得就从单从一 你不是说天天吃啊 你偶尔吃吃的话 就是说不是说天天都去吃的话 那一公斤的话 涨个一块多钱 我觉得可以接受 你天天吃它也涨不出来 说一公斤面粉 可以做很多馒头的 一看你就是没数的人 但这个面粉 我前两天特意问了我妈妈 就是目前国内的一个物价什么呢 我妈妈跟我一样 也是属于生活比较随意的 你问她啥啥都不知道 但面粉她知道 这都遗传 让你管家我们算不出账来的是吧 这个是有一点惭愧 我是这方面的能力比较差 但是我其他方面的能力是比较强的 你人都各有所长的 你就不要在观众朋友面前在讲我了 这个我也是挺不好意思的 虽然她经常 蓝胖们经常会讲我这一点 说我不是个女人不会算账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没办法 我有的时候坚持记了一段账 之后过一段时间我又忘了 稀里糊涂过一生 对对对 稀里糊涂过一生 信信服服过一生是吧 因为你天生糊涂是吧 难得糊涂 你可以搞张表写的 表个字在上面 叫难得糊涂 其实你不是难得糊涂 你是难得不糊涂 你知道吗 你关了吧 OK我们言归正传 忽略蓝胖子对我的调侃 就是 我问了一下我妈妈 就是中国的一个物价的情况 我妈反正虽然她不太知道 但是她也知道 她说哎呀现在都很贵 她跟我讲 我就问她面粉多少钱 她跟我说面粉是4块钱一斤 这个地方跟大家科普一下 我们中国的金和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 就中国的叫市金 一斤是多少呢 就是500克 所以一公斤是1000克 她说一斤的话是4块人民币 那一公斤就是8块人民币 然后算到令吉呢 差不多就是5块多 对5块多 这样算下来 因为马来西亚的一袋面粉也是一公斤算吗 没错没错 对马来西亚的面粉 它是比国内在就是目前这个情况下 是便宜2块多令吉一公斤的 也是便宜一半左右 对对对是这样的 就是所以你综合来对比 包括其实这一段时间 我有的时候也去问问我泰国那边的邻居 对啊 有的时候也问问就是我们这边就是日本朋友 他们在日本的一些物价的情况 包括也看新闻关于美国的一些什么了 就是我大体能得出来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虽然全世界都在通货膨胀 对对 但是马来西亚这个通胀的情况 应该来说是算是比较少的 对我因为看他们官方数据好像是 上个月左右的这个通胀水平是在3以内吧 2.5到3 所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马来西亚的通货 膨胀的水平可能在整个东南亚 还算是比较低的了 不能说整个东南亚 我觉得全世界来说应该都算是比较低 当然我们不能得到一些所有的数 但是东南亚来说的确是 所以说中国的通膨也不高 所以是差不多也是3以内 但是我感觉中国的物价应该比马来西亚高不少 中国的基础物资啊 这个东西就真的不太清楚了 因为很久没有回国内了嘛 你不太清楚国内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但是就是我的邻居他们在去年的时候回过中国 他们跟我讲中国是现在物价是通膨的蛮厉害的 就是他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他们 可能只食物 食物 食物 他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他们一家三口以前去饭店吃饭的话 可能两百来块钱 他能吃的很好 人民币哈 现在怎么着 就是都得到三百三四百块钱 对啊 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这个就是只能到有机会回国了之后 你才能去做一个对比了 现在是没有办法做出对比来的 因为你知道吧 主要是中国的油价比较高 我讲到油价是指石油的价格啊 我听说是九块多人民币一升油 对吧 是是是 如果是油价高的话 就石油那个汽油的价格高的话 那么整个这个基础物资的价格就会高 对我现在 但是马来西亚因为现在是政府保护机制嘛 这个石油的价格 好像汽油的价格还是 那九十五号油还是维持在两块零五分嘛 我认为这个是主要是让它基础物资虽然涨 但它不会很离谱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 应该是这样子 但是也确实有涨 比较确实 对吧 不光是油价 就是食物价钱 应该是这个一个是跟战争有关系嘛 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跟这个油价也有关系 马来西亚之所以这样 包括它的食用油啊 还有这个蛋类的 其实也有涨价 但是都不多 食用油就像我们家以前是吃那个就是一种葵花籽油 我是吃葵花籽油的 我之前买好像是38左右一桶 是多少升 35到38吧 我也不知道多少升 反正就那一桶 要不然你待会去拿来看看 你不知道多少升是吧 现在是42左右一升 那应该是5公斤吧 好像应该是5公斤吧 5公斤对吧 但是我这里讲一句啊 因为上次我们俩去超市去逛一圈的时候 我发现他们的那个 好像那个棕榈油是长得蛮厉害的 你发觉没有 因为我以前棕榈油是马来西亚 华人新年之前都要做促销的嘛 我印象很深 24块到28块之间一桶5公斤的啊 但最近我怎么一看它也是40来块钱 5公斤 不可能吧 它怎么可能比葵花籽油还贵 这就我就 所以我也很疑惑了 因为按理说马来西亚这不是产中油的吗 怎么会中油会长这么多呢 这也是有点奇怪 但是因为它的货价现在很乱 它有的有的牌子它就40多 它有的牌子还是30多 20多30多30多 这我就搞不清楚这是为什么 是不是它有库存呢 我跟你讲你讲这个我想起 它可能最近是在各个超市都在调整物价 调整物价 为什么 因为我下去买牛奶的时候会发现 就是我常喝的那个牌子的 就是一种粉色的澳洲的牛奶啊 对对对 现在经常买不到 就是一个塑料包两桶装的 对对对经常买不到 那个牛奶吧 现在账价就涨的挺多的了 没错 以前可能我是18块钱买两桶 对9块一瓶嘛 对 9块一升的 对吧 现在好像是20多块钱了 20多块就是差不多11块钱 11块钱一升 对对对 对不对啊 就是你 而且你经常会买不到 就是你会发现那个奶制品的架子上 经常会缺很多奶 对 因为这个我比较清楚 牛奶我买的比较多 所以我知道的 因为以前最早的我们吃那good day的 对吧 good day对 那个一般是7块钱 最早来的时候7块钱 还有6块8的 对吧 现在反正基本上都在8块多 8块多左右 对不对 也就是说这个一升奶也是涨了将近1块马币 到1块5马币之间 是吧 这个我知道 另外鸡蛋我也知道价格 因为我们家是买一种叫做 jumbo的 就是鸡蛋很大 大粒的那种的 jumbo的 之前我买一盒是15个 15个的话是7块来钱 今天我下去的时候 我特意看了一下价格 它是9块多了 9块多 对对对 也就是说其实涨了2块钱马币 对对对 15个蛋 对不对 15个蛋 就是说我听说好像是马来西亚县对食用油 还有对鸡蛋 还有对鸡肉的补贴好像是全部取消掉了 是这样子吗 其实我是觉得这个取消了以后反正物价上马上就有反应了 是不是就最近这一段时间 因为好像就是我这两天发现的 因为我们鸡肉吃的是坦率是比较少 主要我们家就吃点鸡翅对吧 但是鸡肉真的不是我们家消费主流 对鸡肉我不怎么你了解吗 我是不怎么了解了 没怎么感觉到 没怎么采购鸡肉对吧 我一般就是从我们群里有一家他们家是专门卖那个走地鸡的 走地鸡的 就是那个叫什么 就是黄色的那个黄皮鸡 你煮汤用的 还有个马草鸡我都是买来煮汤的 它的价格我觉得好像没什么大的变化吧 可能你要再去买的话价格也很强 因为我最近没有买鸡 对对对 我就不太清楚 但猪肉好像是也是涨价 猪肉是之前应该是30多块钱一公斤吧 现在差不多是在40多 就是我是买那个樱花肉嘛 对对对 猪肉也是稍微 但是还是那句话 我觉得这个涨幅其实就是对我们来说 我们是觉得蛮ok的 还能够接受得了 但是不能否认的一点 就是的的确确它是会有一些涨价 这样子来的 米面油蛋肉差不多都有对比了 然后就是蔬菜 蔬菜呢 就是因为我是经常在楼底买就是那个一袋一袋的 对对对 就是价格吧 你也感觉不出来 可能比如说它之前是两块三 它可能现在两块六两块七 几毛钱可能你体会不出来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我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就是我们楼底这个潮市 别的地方我不太清楚 就是我觉得它蔬菜的种类没有之前那么多 我指的是绿叶菜 就是比如说我之前很爱吃的一种就是短的那个小线菜 然后空心菜 这是这两种是我最爱吃两种绿叶菜 我有的时候就经常买不到 不懂是 它是不是季节性的原因 这个我就不清楚 或者是因为它这个产量不够 对吧 不是之前都是金马轮那边就是很多菜下来嘛 但是现在好像是就感觉很多这个绿菜就很少 但是我也是听那个报道说好像是金马的那个地方人缺工啊 好像缺外劳 所以它的产量是不够 它会有很多菜 它都直接送到酒楼去 对对对 所以它的菜肯定也是贵了 但是呢贵多少这个无法计算 除非你到这个巴萨去买这一公斤一公斤的你才能体会得到 如果你一包一包的确实你搞不清楚 它是给你多少克的嘛 你说对不对 因为我们就做一顿两顿嘛 你说是不是 但是我买 我在那个夹芽里面买的那种小的南瓜呢 因为我经常那个煮那个南瓜 我知道 南瓜粥来吃的 你拌一拌的 那个南瓜我是觉得有提高 以前是不到两块钱 一块多 一块五到一块八 我经常买到就同等个头的 现在这个一半的话基本上是两块多 两块二两块三这样子 就是贵了几毛钱 是这样子 这个是我有体会的 只有一点哈 我觉得没有账价什么 就是牛排 就是我们楼底这个牛排 很奇怪的一点就是 不懂是不是因为马来西亚本地的 华人朋友不太吃牛肉 很多人不吃牛肉的关系 消费不够是吧 消费力不够 就是因为可能马来人他们吃的那个牛肉 可能是本地的会比较多 对对对 但是我就发现这个 因为你吃的好像是 它这里的牛排 主要是澳洲和日本的是吧 澳洲和新西兰的 日本的是和牛 和牛啊 对对对 就是这个澳洲和新西兰的这个牛排啊 就很好品质的那一种哈 就是好像它是卖六七百亿公斤的那一种的 它偶尔经常还有打折 包括那个就是那个碗玉的那个日本的那个很高品质 那个和牛啊 有的时候它也会打折 我猜大概是因为它的消费力不够的缘故 所以你经常抢购这些打折品回来是吧 对对对 很好吃 这个真的推荐大家买 不过很多华人朋友不吃牛肉 这个就没办法 但如果你吃牛肉你可以试试 对话题又扯远了 搞得你在家吃的成本比在外面吃的很高是不是啊 你有这么过日子 日本的和牛价格没怎么涨 还打折 哈哈哈 你不觉得越吃越贵吗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有一个疑问就是带给大家的 就是我也会有的时候我去买的时候 我也会觉得很奇怪 别的都在涨价 我估计它应该是 要不就是现在的老外 是西方人啊 或者日本人在这边的可能是人 就疫情期间没有那么多 还没回流回来 所以这个进口产品可能是消费力不足吧 所以它才经常打折 也有可能是这个缘故吧 但是我是觉得说 我是这么感觉啊 就是虽然说现在这个通膨的情况啊 这个战争的情况 但是如果马来西亚的这个油价 我指的是汽油的价格 如果还算稳定的话 应该它这个幅度应该不会很高的 没错 但是现在可能也会有一个坏消息来啊 这个叫你来说 我是完全不懂这个油价的问题 对对对 这个坏消息嘛 那就是马上要来了 我听说好像这个报道上面说 那个马来西亚那个财政部长说 可能要取消掉这个燃油补贴的事情 那对我们来说肯定是个坏消息了 对吧 到底要是调整到什么程度 我们现在都不清楚 据说他们还要到那个国会去讨论 可能是在大选以后吧 或者大选以前会出台这个新的这个燃油的这个 这个补贴到底是取消掉多少的这个情况 这就不知道了 对不对啊 你咋知道那么多 因为我比较关心这个东西啊 你为什么关心汽油呢 因为我现在也经常送我三个小孩去上学你知道吧 来来回回用油是不是以前多啊 对不对啊 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燃油补贴如果是取消掉的话 那么因为你现在看 马来西亚好像现在97号油 你要到油站去打的话 现在都是4块7毛级 到4块8之间 对不对啊 这么贵了 这么贵 对对对 原来才2块7毛多啊 一下涨了2块钱 就是我们那个大车打了那个 对对对 现在所以 但是我们现在都是用95号油嘛 对不对 因为那个97号油 实际上也是打不起啊 你说是不是啊 我要吐槽一下蓝胖子 自从他来了马来西亚之后 他渐渐的变得越来越抠门了 very nice 我比你会算账了 我才是真正难得糊涂 你是不糊涂了 你说是不是啊 但是呢就是 怎么这样讲呢 就是如果要是这个95号油 如果把这个燃油补贴取消掉的话 那可能就是也得4块钱吧 不能吧 我不知道 据说据很多人分析是这样说了 所以现在不是有很多那个论坛吗 就马来西亚的朋友们 在Facebook这些论坛里面讨论的时候 就说要根据这个什么车子的这个 什么CC啊 CC度啊 大的车 小的车要进行区别对待 还有说要对那个什么名贵车 和非名贵车进行区别对待 甚至还有一个人提出来 要把外国人区别对待 这个队友们看起来就很扎心了 你说是不是啊 那么你我 我这车也是在马来西亚买的 对不对啊 我也是交入税 我也是交保险 其实和马来西亚是朋友们是同等的 同等的使用这样的这个汽车 那你要是区别开来的话 那么那啥意思呢 就是我们要带护照去打油了是吧 不不不 我觉得坦率的说哈 我听你说这个 我觉得这个绝对实施不下来 你比如说你这辆油 它怎么检测你是外国人的 还是本地人的 就所以现在不知道它要出台什么样的政策 但是呢 这个事情是怎么样讲的 前段时间好像 马来西亚这个前首相吧 这个包斯库对不对啊 其实我还是蛮崇拜包斯库的 有一说一哈 虽然我知道马来西亚朋友对包斯库 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了 对不对啊 因为它的一些问题了 对不对啊 但是坦率说包斯库说的这个理念 我觉得还可以 它是说那么 对于这个燃油补贴吧 你可以取消掉 然后呢 你把这个95号油吧 你可以升高一些 比如说你不要两块零五分 那么你两块一 两块二 两块三 都可以嘛 我觉得涨一点也非常合理 你说是不是啊 然后它把涨出来的这些钱 比如说涨的这个差价几毛钱 对不对啊 那么你去补贴你们的 马来西亚你们这个 就是说低收入的人群 好像你们叫B40是吧 那么你 我觉得这个整 这个说法是蛮合理的 如果你是完全市场化的 全部取消掉了 首先你马来西亚这个通胀会一下就起来 对吧 对这肯定 对吧 无论是汽油的价格你取消 你看其实我们中国也是 因为我们中国的汽油价格贵啊 它这个通膨肯定是在实物基础价格 还有其他的基础物质 因为它运输费用就高了 运输费用一下就高了 如果你们也把这个什么 我相信你要是95号油 把这个燃油税取消掉 对吧 燃油补贴取消掉 那么你的这个叫什么 你的那个就是大车用的那种叫 运输那叫是什么 柴油 你的柴油肯定也取消掉了 对吧 那么你这样的话 那整个这个物资就会涨 那这一轮涨价就会更加凶猛了 对不对 当然我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 因为这个汽油时代 我觉得也应该不会延续太久了 因为我觉得以后的时代 可能也是电动车的时代了 我觉得你们国家马来西亚 应该还是慢慢要引进这个电动车了 因为现在你在马来西亚 你放眼望去 路上开的全是汽油车 燃油车了 对不对 我们中国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我们中国现在基本上 基本上你看你去做那种滴滴 就像他们的Grab这样的 全部是用这个电动车来做 对就是我们19年回去的时候 就是很普遍 但是你知道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 你得配套上这个打电的地方 对对对 就是这个充电桩 所以说你现在说实在话 充电桩这一块基础设施什么东西 还是我们中国做的比较好 因为我们的这个 好像中国的这个电动车的这个需求量非常大 生产量也非常大 所以我也希望如果是有可能的话 马来西亚政府应该跟中国政府多合作 合作这些方面了 把这个电动车能引进到马来西亚 那么这些电动桩 类似于这些基础设施 能够交给中国来做 那我以后就不会受油价的影响 另一个疑问就是马来西亚也产汽油的 产石油的 那么为什么这个石油不能够去补贴自己的这个 汽油的价钱呢 如果一定要是放开了 把这个燃油补贴取消掉的话 因为我听说马来西亚政府还补贴这个汽油的这个 价格啊 就补贴的95号以后也要一年要花七八百亿啊 那么多啊 对对对对 所以我在想你可能还是一种你就从你自己的石油里来补贴了 对吧 也许你的石油是拿去卖做航空石油啊什么东西的 对吧 你的品质更好嘛 但是你应该赚得更多嘛 对吧 如果但是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 从以后的方向来说 马来西亚应该要开启这个电动车的这个 这个这个行业了 我其实换车我也想换电动车 但是这里应该是只有油电混合 没有纯电动车的 你纯电动车最大的问题就是充电的问题 充电 还有你这个以后这个电能使用就要多 现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在热带 那么它的光伏使用就应该多啊 它阳光很充足啊 对啊 你比如你现在建的这些建筑屋上面 如果都能装上光伏块的话 装上这些 我觉得那么你的这个电能的这个 或者你用核电嘛 而且也比较环保 或者你用核电 因为核电其实中国现在也是非常强大的 就是输出很多核电站制造了 那么你马来西亚既然也靠海 地震又很少 我觉得核电也是蛮好的 也是绿能嘛 你说是不是 当然这些东西都是马来西亚政府自己规划了 我现在只是关心就是马来西亚政府 这个在大选前 关于这个燃油补贴 到底要不要取消 或者如何去做一个跟进 我就希望能找到一个合理的一个办法了 你说是不是 我觉得我挺赞成纳吉的说法了 一路来 我觉得纳吉是在马来西亚应该也算是一个治国人才了 你会不会被打 但是18年我们刚刚来马来西亚的时候 纳吉确实搞了很多这个基础建设 包括这个大马城 还有这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高铁等等 这些基础设施我确实觉得马来西亚应该搞 对不对 你不把路修好你就无法致富 对 这个是我们中国在八九十年代还没有富裕起来的时候 有一句话叫做要想富 多修路吗 多修 不 要想富先修路 少生孩子多种树 对对对 对了 所以我是个人感觉还是讲的 马来西亚其实是一个资源丰富 而且是属于上天眷顾的一个国家吧 对不对 你们这国家真的是有特别好的一个资源了 对不对 当然我也希望你们国家能找到更加有强有力的治国人才了 对不对 这个我是觉得这样对你马来西亚本国人民是好的 对我们外国人来也是个好事嘛 对不对 你的政策不能老是变动了 对不对 你第二家园变动 你说对不对 然后燃油补贴也变动 这样外国人慢慢会对这个马来西亚会失去兴趣了 对不对 我插一句可能会被打的话 我就觉得其实他说如果把那个什么名贵车和那个区分出来 我觉得这个倒是蛮合理的 也不合理 因为你要说就名贵车 那人家很多买二手车 二手的那些什么宝马奔驰乱七八 那是不值钱的 那他也打贵油吗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要这样区分来很容易造成人民内部矛盾 我个人感觉是最好不要取消 但是在我的心里我就觉得开好车的都是有钱人 有钱人 劫富济贫是应该的 你这个想法吧 对也不对 我是这么认为啊 如果你把这些有钱人都赶走了 那穷人日子更难过 相信我讲这句话 对不对 因为人家也交更多的税嘛 你凭什么让人家不得到同样的国民待遇呢 就像外国人生活在你这地方第二家园 那也算是你的一个子民吗 你就像那个论坛里的那个人说的 把他们区别开来 外国人就得打贵油 外国人就得吃贵东西 那鬼才来呢 你说是不是啊 这不是一个明智的办法 杀鸡取男而已啊 对不对 还是应该就是科技发展 多和中国合作合作 你看当时纳吉那个时代 天天到我们中国去啊 你没有看见吗 那时候新闻里纳吉和李克强碰面碰多少次啊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多引进我们国家的这个基建吧 这个是作为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想法 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是 其实目前在这个世界的这个环境之下的话 有的时候吧 大家不要 有的很多人就反中的那种人 他很排斥中国的一些东西 但是你要看到中国的一些进步 和中国能带给世界的 一些东西 对对对 就像现在的欧亚铁路 我觉得就是连接中国一带六路的欧亚铁路 我觉得马来西亚应该参与 你不要错失良知了 你无论怎么抵护 因为搞基建 不要听那些国家的 什么机器这些 他们不在行 不是 这只是我们一些笑谈了 笑谈 对不对 因为你在整个亚洲还是要 谁和中国合作的紧密 谁就能得意吗 就我们中国人呢 我希望中国共识能来得更多嘛 能更多的投资到马来西亚嘛 这样我们在这个国家里才生活得更带劲 你说对不对 是是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 好吧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把你的胖鼠举起来 跟大家拜拜一下 拜拜拜拜 再招财 再招财 拜拜 下期见 下期见